记者欧速美台中报道,幸福亲子一文记今天在清水海湾会本馆开幕。 好玩剧团演出功夫厨房,让亲子乐开怀,亲子一文活动今年扩大了两个月, 每个周末在台中杀戮、大渡、乌日、龙井、大理及雾峰等各区, 安排美丽台湾3D行动院,直风车剧团、小青蛙剧团、好玩剧团、 大开剧团、深声剧场、艺术卡车及NTSO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等精彩表演。 蔡启昌表示,其和事议员王立任何半幸福亲子一文记, 四年来活动越办越大,今年开幕首演选在海线最知名的台湾会本馆登场, 相得一张,亲子一文记为期两个月, 欢迎所有的大小朋友一起共享剩下的一文饗宴。 蔡启昌说,每年夏天的幸福亲子一文记是海鲜孩子们最期待的活动, 未来每个周末都会有不同的活动或表演。 亲子一文记没有跟政府申请预算, 完全是他与王立任议员向民间募款创办, 今年因王立任议员的大力协助, 一文记将从一个月延长扩大为两个月, 让海鲜孩子有充实的暑假生活。 王立任说,感谢海湾会本馆的服务团队, 除了要由民间出资来维系会本馆的经营外, 还得从民间募资来举办亲子一文记活动, 希望亲子一文记可以为海鲜地区带来更多更好的一文活动, 特别感谢蔡奇昌副院长的大力协助及各个表演团体的共襄盛举。 今年除了有美丽台湾3D行动电影, 小青蛙剧团, 大开剧团, 深声剧场, 纸风车及艺术卡车等表演外, 9月15日在港区艺术中心并将有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带来精彩演出。 王立任指出, 过往许多一文主要集中在市区或特定地点, 亲子一文记则是深入到社区角落, 用行动方式把表演带到许多学校, 让更多小朋友可以接触这些一文活动, 给孩子一个快乐难忘的暑假。 幸福亲子一文记于7月22日正式起跑, 详细活动讯息可参考海湾会本馆粉丝团, 蔡启昌副院长粉丝团, 王立任议员粉丝团及时之超粉丝团。